作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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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承认还有感觉 想起你眼里远冒大雪 有天寒地冻才对 能确认 我没白白浪费 爱你那些 如果说风筝飞不了的冬天 这些离开是最长情告别 等被烟烟瓦解 等在夕阳可见 最后的剑影 谁为谁纪念 如果说这是躲不开的泪点 你说两个人是两个世界 让一天像一年 让一年像一天 怎么能走进你心里面 说爱你不变 我跟你说 要是不变 得更远 你要是宣仲领 别远 好 陈先生 我们开门健身 如果你能够早一点拿出 这种追准的设计口 我们就不用浪费 那么多时间了 我们都不用了 可是那一拳还是要挨的对吧 当然 我跟伯尔真的只是朋友 没错 他说他喜欢我 可我也说了我不喜欢他呀 总不能这也是我的错吧 先不要把自己想得这么优秀 中国有句老话 叫做情人眼里出西施 我不知道在他的眼里你哪儿好 坦白讲 虽然我这次认同了你的设计 但并不代表我认同了你的人品 明白吗 这个您放心 我和博尔现在只是工作关系 我们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那最好 好了 我们会认真地回去研究 如果有了新的消息 我第一时间告诉你 再见 陈先生 还有一句话我要送给你 作为一个男人 如果今后出现了问题 我希望你能够自己解决 你真小心他说的话 我多么想把他退掉 你知道吗 真的不错 好 你看 作为决策者 要时刻从公司的利益出发 明白吗 不错 真是不错 老爷子那儿 发下话了 无二那儿你也不能对着干 真是委屈你啊 滚 滚 Benson 那个 把这才能发现 我真是个机卖 我天真是个机卖 我天真是个机卖 到底印象一下 还在 ему这儿 那天真是个机卖 很有名的 还有什么 这儿的 上这个 好 那行 行 要不我试试 老秦 还说你不需要这个 你还行啊 走着挺顺手的 还行吗 挺好 谢谢啊 今天怎么这么客气啊 是不是下午又偷跑出去 干了什么坏事 让我说你 你胡说什么呀 我又不是伯儿 我怕你 那下午去哪儿了 我能去哪儿 我就随便走走啊 你看这个脚都消肿了 促进血液循环 你这点医学场子都不懂啊 瞎呗 秦庸素 你是不是不想在江家混了你 我 我怎么了 你还反问我 鲁胜胜要借咱们家别墅拍广告 是你答应的 你凭什么答应啊 那是我跟爸小时候住的地方 那是我的嫁妆 你说啊 你有什么资格答应啊 我 是我答应的 怎么了 哥 你就算再袒护他 你应该有个限度吧 那是我的嫁妆 不管怎么样 你也应该跟我说一声 这件事情 我绝对不同意 喂 姐 你借博儿的鼻书拍广告 你怎么没告诉我呀 姜家人知道了 我本来说马上是姜家的 这告诉你 既然你现在也知道了 我只能求你帮忙了 姐 这都什么时候了 你还想着拍广告 再说了 拍广告我能帮你什么忙啊 既然这样 我就实话告诉你吧 我已经没有钱付医药费了 我也不想找姜家药 我现在脚又受伤了 也拍不了广告 只有你能帮我 不然的话 孩子的医药费就没着落了 不是 没钱你可以跟姜村讲啊 姜村是孩子的父亲 应该支付医院费啊 我说了 我还没有想好 什么时候回去 你就不能听我一次吗 可是博儿不愿意借别书 给你拍广告 那你就去说服他呀 实在不行的话就去找姜村 你不是说姜村 已经跟以前不一样了 妈 你干吗呀 喂 喂 看来你姐是真着急了 可我 你给我说清楚 这黄家文是不是不打算 付这笔钱了 妈 你还得指望黄家文啊 她也不是东西了 我找着去 妈 你别去 我就跟你说了吧 黄家文是指望不上了 现在只有我们靠自己了 我们拿什么靠自己呀 现在将近是回不去了 你说你 你怎么能把自己 做成现在这样啊 我已经让黄家文 约了鲁生生拍广告的时间 只要我拍完这只广告 就能收到尾款 怎么着也能坚持一段时间了 你脚伤成这样 你拿什么拍广告啊 是不是又让那个货之替你去啊 只有他能帮我了 这就什么事啊 妈 你放心吧 我会带着孩子和姜家的 这个货之 只不过是我的替身而已 应酥我应酥我 你就作吧你 对不起 您拨打的用户 马洁 马洁 你回来 大雨淋了 什么事啊先生 太太出去了 一辆早就出去了 什么时候回来 没 没说啊 问一嘴就好了 以前婴肃 一出去就是一天 你也没问过呀 是吗 现在不一样了 她腿受伤了 万一在外面摔了怎么办 你拨打的 我回来了 应酥 你回来了 你去哪儿了 怎么给你打电话也不接啊 可能没听见吧 我出去谈谈点事 广告的事吗 可那你要拒绝对方了 为什么 一种别墅是爸送给博二啊 我昨天跟博二聊了很久 可是他不同意 而且我也想了 爸不喜欢你做模特 正好你的腿受伤了 就此做爸爸 补偿金我来负责 不行 这个广告我一定要拍 为什么 因为 我答应人家了呀 我不能说还不算数 你可能把这件事情 想得太复杂了 也太严重了 我觉得只要赔偿金可以的话 他们应该没有问题 你的意思是 我别把自己想得太重要是吧 所有的事情你们江家 都可以用钱解决是吗 你以前也是 对我这种态度吧 所以我们财富关系不好 我没有那个意思 你怎么知道 我们俩关系不好 我可以问别人呀 我可以问别人呀 总之 就算秦宁素嫁进了江家 但他还是有人身自由的吧 我要拍这个广告 你不能阻止我 好 那博二的事你自己解决 你以为我想拍什么广告吗 我连拍个照 我都觉得不自在呢 你自己解决了 你自己去找江波二 你自己去找江波二 请我去找江波二 你还不帮我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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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 那我自己去找江波二 有什么了不起 我真的要去找江波二吗 为难自我了 去就去 谁关谁 谁呀 谁呀 是我 音速 你烦不烦哪 不开明天代表我不想见你 还不停得敲 伯二 我泡了一杯川凝水果茶 给 无视献殷勤 非奸即盗 那我就开门见山了 没跟你商量 就把别墅借给拍广告的人 是我不对 我跟你道歉 然后呢 然后 你可不可以把别墅借给我 因为鲁深深那边已经定了 现在实在找不到别的地方 拍广告 我 秦英苏我秦英苏 你每次低头示弱 肯定都是有目的的 不过我不是我哥 不是你说两句好话 随便就能蒙混过关的 别墅的事情 不管你怎么说我都不借 你找不着场地 跟我有什么关系 我看你还是放弃了 我看你还是放弃了 我还是不会答应的 我才不答应的 帮我办件事 今天晚上必须搞定 你来干吗呀 你来干吗呀 博尔那边可能很难妥协 要不要我帮你找一个 别的白色上帝 你不是说不想让我拍广告吗 我想过了 即便你是姜太太 你也有权利选择 你喜欢做的事情 如果拍广告 可以让你开心 不再拒绝 那 我就先跟博尔说说 如果实在不行 实在不行 你就来找我 你这个老公 还是有点有的 早点休息 喂 姐 我还是不行 你看我平常 连拍照片都不会 哪会拍广告呀 你还是回来吧 我跟你说 这次拍摄的工作人员 对我都非常受急 万一弄不好就露馅了 你是我妹妹 咱俩差不多 就随便摆几个姿势 就行了 咱俩怎么能差不多呢 咱俩俩也带几个女人 是怎么成了 我跟大家说 舔人 我还有一样 要有什么 到这儿 这儿 我就可以看到 这儿 你都好 好 对 你 你 我 你 你去哪儿干什么呀 这你可要不要我 你自己没关门 我还没画好呢 你出去出去 这是今年法国最流行款 是不是 我没画完呢 行了 不跟你开玩笑了 赶紧把这桩卸了 重新画一遍 然后再换上一件 铁面的衣服 我带你去个地方 去哪儿啊 短短时间 我在楼下等你 你出去 萧先生 您的背景 拜吧 拜 来 来 这边 来 这边 来 这边请 人都看见你呢 那个 带我来这儿干吗呀 那你找一下感觉 你不是马上要拍广告吗 我怕你不适应 你别让我别的本事没有 三两下搞两张门票 是不在我家 你怎么 看出来我没自信的 你这不自信 都写在脸上了 是个人就看得出来 听我的 一会儿看上面的人的反应 学人模特那种自信 行 那种份 那种感觉 知道了 来了 这声音也太长了吧 我觉得我心上就要跳出来了 我觉得我心上就要跳出来了 就是你看他那边包包鞋那么高 所有人都吹吹吹吹吹 吹吹吹吹吹 吹吹吹吹 是你自己给自己的 是你与生俱来的一种感觉 你是有的 相信我 我有 有 自信 你看你都不在 转了 你不要想我 我 自己人 你只要 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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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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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過董事會的正式決定 準備聘用你們建築設計研究院 為我們新酒店的設計 看看合同吧 有什麼問題趕緊提出來 喂 你還真的一行一行地看 你看得很認真嗎 我是一個字一個字地看 最好不用來來回回修改 怕給你添麻煩 你現在耍嘴皮的能力 快要超過我了是嗎 是你先找事了好嗎 行啊秦蘇 我不借給你別墅 你就纏著我哥去看秀 留兩把刷子 你嫂子又怎麼惹你了 說到這個事情我就來氣 她以為她最近跟我哥關係好 就能再江家為所欲為了 根本都不經我的同意 就把我爸給我的別墅 進去拍廣告 幸虧我及時發現 一口給她回去了 拍不成再好 我還不願意讓她出風頭 拍廣告 你嫂子是模特兒啊 小野魔一個 根本登不上檯面的 嫁到我們江家之後呢 倒是轉了起來 要不是人看著她 是江太太的面子上 擄聲聲能找她代言 說起來我倒挺好奇的 都說門當戶對啊 你嫂子這種人 是怎麼嫁進你們江家的 這個事兒我得好好地 跟你說一說 三年前的時候 我哥出了一場車禍 你不知道情訴這個 狗屎運是有多好 他恰巧救了我哥 我哥康復之後呢 就一心想著要找他 找到他之後還要娶他 最奇葩的是我爸既然 也同意我哥 把情訴娶進門 你說這都什麼年代了 還有這樣的事情 我當時都快要氣死了 攔都攔不住 三年前車禍 怎麼了 沒什麼 我也是第一次聽說 跟看小說似的 你哥在哪出的車禍 嚴重嗎 好像是在隧道的出口吧 在我哥剛回國不久的時候 當時還挺嚴重的 拿上了新聞呢 好多輛車連環相撞 來來來來讓我來 小姐你後背流血了 你沒事吧 小姐小姐 如果真是那場車禍 那你到底是不是活著 想什麼呢 想什麼呢你 沒什麼 這麼說來 我倒是可以理解你哥了 理解什麼 你總說你哥或者你嫂子 你嫂子畢竟救過他 對於一個男人來說 如果連救自己命的女人 都照顧不好 內心肯定會不安的 這麼說來 你哥算是個好人 不要 你現在是在替我哥說話啊 你忘了我哥揍你的那一拳了 我是就事論事 再說你哥打我 也是問你啊 我理解 陳令一生 我沒發現 你是這麼善解人意的人啊 那你也理解理解我唄 你說我怎麼就這麼喜歡你 你怎麼又說回來了 不 我覺得 這次你不如退一步 什麼退一步 什麼意思啊 你哥肯把上海的酒店設計交給我 一大半是看在你的面子上 你為什麼 就不能看在你哥的面子上 把別墅借給你嫂子 這樣也能緩和一下 你們之間的關係 我怎麼聽來聽去 覺得你這是在拍我哥的馬屁啊 你要這麼說也行 畢竟你哥是我的假方啊 你想談好他的話 憑什麼拿我做人情啊 我跟你什麼關係啊 我就這麼一說 你要不願意就算了 唉 你現在怎麼連管教都開不起了 好了好了 大不了我去你吃飯 真的 假如外別墅借給秦宇做的話 這可是好大的一頓飯呢 捨得花錢嗎你 行 只要賣了我購你吃的 隨便你點 還說我不會開玩笑 怎麼樣 感覺還適應嗎 看完以後我覺得更死累了 不過我還是第一次看這種秀呢 你只是忘了啊 以前你常來的 要不是這麼重要的秀 我也不能打個電話 馬上就坐下 是吧 我也記得 說你這是什麼的 江太太 宋太太 你倆二人世界呀 真是讓人羨慕嫉妒憂啊 什麼二人世界呀 那個 你車呢 難道跟宋太太見面 一起吃飯怎麼樣 我可不敢耽誤你們倆的二人世界 不過啊我得提醒你 這懷孕了 不適合到這種地方來 裡面空氣差 聲音又吵 對胎兒不好 胎兒 什麼胎兒 宋太太開玩笑呢 我之前去醫院做例行檢查 我送她的媽媽 你瞧我就是嘴快 人家可能不想公開呢 嫂子你非要說出來 瞧人家都不好意思了 姐 什麼時候有好消息了 我第一時間通知你 車子了走吧 好 剛才宋太太說的話 你別放在心上 我沒有生孩子的打算 去醫院只不過是檢查身體 跟生孩子沒有半點關係 我是幫你解圍呢 看看你怎麼舒長 再說了我們是夫妻 想要孩子很正常 你生什麼氣啊 你真的有打算生孩子嗎 以前呢我確實是沒想過 不過現在想想啊 孩子也沒那麼可怕 如果你打算要孩子的話 我沒有問題 不管是先結婚再戀愛 還是生了孩子再戀愛 我都可以尊重你 怎麼 你想要孩子嗎 我很認真地問你呢 我也是很認真地問你呢 你想要孩子嗎 行行行 算我問得不對 那我再問一次行嗎 那如果你現在有了孩子 你會接受他嗎 你不會是有了別人的孩子嗎 你胡說什麼呀 看哪兒了 我逗你玩呢跟你開玩笑 你還臉紅啊 你幹嗎 想生孩子就生嗎 只要孩子生下來健康 可愛 現在條件還不少 生個孩子 知哪說得準 又要健康又要可愛 萬一他生出來 有點毛病 那你就不管了 那就治 反正國內治不了 就是國外治 那是你自己說的有問題 孩子還沒生呢 你操了外想人的心 沒有人人家 你會找到自己的訊息 一切都沒有 你會找到這種訊息 你會找到你 你才不得到你 我會想要你 你會其實為主 我會想要你 我還說你 可是你會 我會想要你 不过你们女人也真是奇怪 人家不借给你的时候吧 你们就甘着急 借给你了呢 你又问为什么 真的是 那她就没有什么条件 你还真问住我了 要我问问她 别别别 那你替我谢谢她 记住 拍广告前一天下午 就开始不能吃东西了 一定要忍住 这大半夜的谁呀 你吓我一跳 你还吓我一跳呢 我以为大半夜家里进贼了呢 你不是明天要去拍广告吗 吃这么多不怕脸肿啊 我实在是太饿了 对不起啊 饿了吧 别在我面前撞屋 哥 你不会又让我 对你老婆客气点吧 我买了你最喜欢吃的冰激凌 真的 你好久没对我这么好了 少吃点 晚上少吃点凉呢 对胃不好 嗯 谢谢 哥哥晚安 吃完了就睡啊 吃点凉中 我而且是没什么的 时间久了你对她好 她会迟到的 我 还是要在你俩的 我们嘴 skinny skinny fug çık掉 他一样的 你觉得好想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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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给我打那么多电话 喂 博 我有件事想找你帮忙 什么事啊 是这样的 我有一阿姨啊 想买你们那区的别墅 但目前没有找到在售的 所以她想去你那栋看看户型 不知道方不方便 方便呀 太方便了 这有什么不方便的 她想什么时候来就什么时候来 那明天方便吗 我这阿姨啊 她有点急 她想去你那边看看 如果不行的话 她再换别的地方 明天好像是齐英素要去拍广告 哎呀 不过没事 明天我带你们去 反正房子是我的 我看他敢说一个不字 谢谢博 别客气了啊 不过陈林生 我觉得 你那句话说的真的还挺对的 我把别墅借给齐英素之后 我哥果然对我特别好 还给我买了我最喜欢吃的冰激凌 这个冰激凌是我小时候的味道 现在已经很难找了 他肯定找了特别长时间 那就好了呀 我也希望你和你哥能和平相处 你们毕竟是一家人嘛 好吧 那谢谢你了 好 我们明天见 嗯 你到底是倾诉还是活之呢 我明天一定要找到答案 你怎么来了 我特别好奇 你拍广告的时候会是什么样 哎呀 你就别跟我去了 你不是还一堆事吗 巧了 我今天正好要去 这个老别墅前面的新公寓 去考察一下 就当顺路了 真的 那行 那你来开吧 哎呀 我这个技术 你也知道 要是上路的话 肯定被路骂死 等等 可是我恐怕不行 要不 我给方主导电话 让他来 哎呀 你就别跟我闹了 你 你不会是不会开车吧 谁不会开车了 你下来 我开 算了算 我来开吧 我开车就说呗 又不是什么都 那你慢点 出发了 出发了 我儿 等了好半天了吧 没有 我也刚到不久 这是王阿姨 王阿姨 你好 你好 女生 我是打算给小雅 买套房子 可我哪儿买得起这里的房子 没事啊 随便看看 看看又不要钱 没事了 王阿姨 正好里面有一套别墅空着呢 我带你们看看 好 走 慢点 慢点 不着急 让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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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红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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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吓死我了 差点闯红灯 你失忆了 连车都不会开了 要不 要不 要不你自己打车吧 我自己慢慢开 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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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还是看着你 不要踏实 你就慢慢开 不着急 大不了我们就迟到 没什么了不起的 你看着我又是没有 你又不会开车 谁说我不会开车了 你会开车你开啊 我 我 我就是不想开我 死我了 你就是不会开 哎哎哎 小初 干嘛 我开 行 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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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会不会开车呀 你变灯都不打转向 你脑子有病吗你 我我以为你只是不会开车 我没想到开车 不告诉你会开车 我就是不爱开车 懂吗 你小心点 又怎么了这是 你说这人是不是有毛病 没到路口呢 他转向也不打灯 中国呀 这交通就是被他们弄乱的 遇到我的车还好 万一遇到一个救护车 怎么办 车都开不出去 病人还抢救呢 小哥 你说你是不是有路怒症啊 这路人是这么骂骂咧咧的 你就是有路怒症 要不就我心里有疾病了 就你这么开什么时候能到啊 到了人家也早就散了 我还差去 sa它的手 或者是有路怒症 呢 我还想说它也是 有路怒症 那是吗 我还想说它 就是在哪里 都有路怒症 我和你路怒症 你有路怒症 我去过很想看 我要 Feel like 我手快乐 走 走吧 你就别跟着我了 你忙你的去吧 人家就说我好几次了 我走了啊 快快快快 喂 方 你赶紧过来接我 拿这张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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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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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理 这都三点了 知道了 来了来了 人来了 快快快 来了来了 快点 快点 走 快快快 我的心 你可算来了 这都几点了呀 你说我们这么多人 等您两个小时 你也太不守时了 那几点 不好意思 我 你没吃到吗 我是刚找了一大串 没找到 行了 行了 你赶紧换衣服吧 站住的衣服 我们要五点之前送回去 你要抓紧点 这个 这个 可以帮我换一件吗 好好 好 我就走 再来一遍 您好 好 往下 我拉一下 我的衣服是 就是 有不是这么漏的吗 这个 没有漏的 那 那我就只能穿这个了 对呀 江太太 衣服是您一早之前 就确认好的 而且上次拍摄 就是穿的这一件 怎么今天突然又不行了呢 我们现在一时半会儿 也给您弄不到其他衣服了 您看我们这么多人 都等那么长时间了 那是不是 我 我 那行吧 给您 谢谢 好 怎么办呀 姐姐身上没有这个伤疤 不 这么出去肯定得露笑 哎呦 哎呦 我的天哪 你可换出来了 哎呦 你这什么造型啊 披肩是哪儿来的 那个 我今天有点着凉了 有点冷 我就在柜子里 找了个披肩披上了 但是这样 你会抢了我们 手势的风头啊 今天我们主打的是手势啊 那 那 这样啊 他说他着凉了 要是他的身体 不舒服的话 估计今天的拍摄 也很不顺畅 那好吧 好吧 那就换钱素色的 我只能妥协到这个地步了 谢谢 怎么样 我是不是可以改行 做你的经纪人 我觉得你还是当董事长 有潜力 别别 大家别拍 别拍 别拍 我看了我 谢谢 进去换皮肩吧 来 英苏 笑一笑 转转身 来 视线高一点 视线高一点 来 把衣服稍微 稍微 松松剑 不好意思 杨苏 你今天怎么不再撞了呀 你以前可都是很放松的啊 拍照对你来说 那是太容易啊 不如休息一下 调准一下情绪再来吧 来 不好意思啊 很快就回来啊 不好意思 各位 好 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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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也真是的 白带你去看秀了 在会场学的那些装作业的劲 去哪儿了 我就不是干这块料 一看那个镜头 我就肚子等了下场厕所 好 快快 你叫你妈 不是 不认识 我肚子疼快带我去厕所吧 去厕所 王阿姨 你们在这儿啊 我这一转眼的功夫 不见人了 怎么了 刚刚看到一个认识的人 一转眼就不见了 谁啊 阿姨 谢谢 给你 她明明就是小致 是不是 我也觉得像 小致是谁啊 没谁 一个朋友 博二 再带我们四处转转吧 好 这边 好 好 这怎么办呀 这怎么办呀 王院长怎么会来呢 肯定是那个陈女生 肯定是他来怀疑我 不行 不行 我要让陈女生 看到我现在这个样子 他肯定就知道 我是活之了 怎么办 我 音速 你怎么样了 我 我没事啊 那个就是有点紧张 你 你要帮我 买杯咖啡吧 没问题 我这就去 你在里面 稍微平复一下情绪 别着急 这就拍广告啊 我们去看看 不会影响他们吧 怎么会呢 特别要是不高兴的话 我就把他们都哄 别忘了 这是我的房子 来吧 这不是获知吗 我 王阿姨 我先等等 现在还不能确认 来 好 来 就这儿啊 这儿 好 好 准备 来 来 开这儿 好 漂亮 来 开这儿 好 帮个姿势 虽然长得很像 好 但我觉得这不是获知 我从来没看见过 他这个样子 好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好 也许是呢 人总是会变的 好 好 开这儿 好 开头 开下车 好 这个人不是获知 获知背后有个大肠疤 萧雅当时还替获知 去整形院咨询过 医生都说没办法解决 这个人不是获知 虎儿 你怎么过来啦 我自己的房子 我看着哪儿不行啊 江总 不干脖的事 是我王阿姨 想买这区的房子 所以带她来看看 但是这样 好 你看朋友要买房子 应该多找几个楼盘 让他们参考嘛 对吧 这样 阿姨 您留一个我的联系方式 我也留一个您的 到时候我让秘书 找到楼盘的信息发给你 如果您看得好的话 我给你打车 那太谢谢你了 我哥是姜氏集团董事长 打个折都要是小案子 好 有礼貌 好 这是我的名片 谢谢 姐 怎么办呀 我这儿出了专框 您跟她帮帮我 可以了吗 今天就到这儿吧 好嘞 辛苦了啊 不错啊不错 您是幼儿园的原责 对 黄阿姨 时间不早了 我们该走了 行 你们先 过 走了啊 拜拜了 拜拜 谁呀 还能有谁啊 我 我跟你说啊 我就猜就是这个陈寗生倒的鬼 我刚拍照的时候 就看他跟王远长一直在那儿嘀嘀咕咕的 还好我聪明 我就故意给他露背卡 怎么算是混弄过去 吓死我了 幸苦你来得及时 我就猜你肯定有麻烦 所以一早就在这儿转悠 没想到你真有问题 那 那他们没有发现什么不对劲吧 应该没有吧 应该没有吧 我刚拍的时候 故意表现得生涩了一点 而且拍完立马就进来了 没给任何人接触我的机会 这次总算是糊弄过去了 那就好 对不起啊 姐 我又差点给你这个麻烦 你也别这么说 姐 谢谢你 都是为了我跟孩子 不过陈寗生啊 你一定得想个办法 这种事绝对不能再发生 你知道吗 我知道了 放心吧 呃 你去哪儿了 也不跟我说 害得我到处找你 我穿那双衣服不太舒服 我就把它换下来了 哦 咖啡 谢谢 以前还以为情因素 只是不把我们这些人 放给予我 现在看来 连老公都不到的事 就是 知道耍大牌 还嫌衣服太暴露不肯穿 他之前拍的 他可比这止度大多了 就是 装什么青春啊 他怎么能那么说情因素 我得给他说清楚 说什么 我跟他说我没有无故迟到 更能用甩大牌 姐 那个衣服我是有苦衷 算了 不跟这种人一盘见识了 可咱们不能这么 不负责地说紧 说我 他们惹到你了是吧 你干吗去 打他 行 这事就能这么算了吗 算了 算了 算了吧 那就算了吧 你 其实有时想出更难 我和你微信的坦然 反面看 却也心酸 你有沒有像我一樣 我猜你也捨不得放我 落葉離開北風以後 也別太傷感太悲觀 相信愛 Oh there's nothing better than you 我們都要一個安全感 So there's nothing better than you 那就用愛來交換 謝謝這寂寞孤單 謝謝讓我們成長 不算傷 我要的幸福也漸漸淡淡 笑得燦爛哭得誇張 你是的 Oh there's nothing better than you 我們都要一個安全感 No yeah So there's nothing better than you 那就用愛來交換 Oh there's nothing better than you 那你想要inqu彈 我們在一起 或傷心燈 為何